我愛的一邊愛你開 一方孤單相親愛美 無套陪你 又跟鳥歸去 不敢沈後座為他好歸咪 就是我們紅人榜特輯一定要出現的 我們的氣氛擔當 氣氛擔當 以來出場就全場沸騰 我這邊要派過來的 阿兜的朋友注意了 他是以翻唱台語歌爆紅的 他的YouTube總點率來到600萬 什麼人要嗆出來 掌聲的歡迎來自美國的台語女歌手 崔璀璨 我們歡迎全球巨星陳孟賢 來囉 歡迎璀璨還有我們的孟賢 哈囉 大家好 大家 TV粉 我們 音樂教授 開心 他知道他知道 他知道他 阿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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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的天 為什麼我都聽不懂 你說英文 我聽不懂 你是沒關係 你剛才講什麼 你再講一次 中文 中文 對啊 我分了 我現在 後台英文 一波 你以前說 因為我 這個台語 他講中文好標準 好標準 好標準喔 可以跟大家答聲 再和我好嗎 嗨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來自美國的崔璀璨 嗨 你有聽到他說大家好嗎 大家好 你好 哇 YouTube上面他是台語翻唱的喔 那時候為什麼會想要來翻唱台語歌 其實我是最早跟台灣朋友去KTV 這樣KTV發現很多好聽的台語歌 我甚至比中文歌還更喜歡那種 黃毅玲啊 江慧那種老歌 今年的台語歌 我就很想要把它學起來 所以就透過音樂來學一個語言這樣 你現在其實是親你的時間 他的咬字非常清楚 而且很像台灣人在講話 你有特別 我感覺他的模仿能力一定非常厲害 模仿能力 對 就是你跟我們講話的 是 對嗎 哇 這麼厲害 謝謝 你們聽到嗎 這麼厲害 你聽到嗎 你們那邊過年都怎麼過 因為我們沒有再過農曆新年 我們都是跨年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跨年 也比較少跟家人在一起 所以我們最類似台灣過年應該是 像聖誕節啊感恩節這種 也是吃的為主的 家人為主的 他們主要就是 聖誕節 他們的最重要的 就像我們的過年一樣 不過我很好奇的就是說 哇 你有辦法學那麼多台語歌 但是畢竟你還是沒有辦法講台語 所以學歌對你來講是很困難的 你怎麼練啊 我都是先聽過很多遍之後 請一個台語比較標準的台灣朋友 幫我唸出來 然後我寫成我自己創造的拼音系統 然後再其他翻譯成中文 我再翻譯成英文 這樣可以把細節 那種文法上面的細節寫出來 可以真的懂意思 不然唱出來也沒有意義 要懂意思 很重要 很重要 哇 這個是很用心的 那你今天要準備哪一首歌 PK這個年壽呢 是那個 黃毅玲的那個 五字的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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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需要很多感情 很多情感 對 對 比較悲傷 但特別緊張的就是 因為懸唱了這首之後 才有那個製作人跟我說 作詞人在場當評審 沒錯 你知道作詞人是哪一位嗎 你知道哪一位嗎 你知道是哪一位嗎 是唱會社那一位吧 是阿德老師 阿德老師 詞是阿德老師寫的 要拿到他那一票其實很簡單 有嗎 你選他的歌就會有他的票 好 來 又是誰 我也是 你是想聽你 我也是想聽你 我也是想聽你 我是想看你 但是他知道的事情 我也是想聽你 motif漂有你 我愛你 丟臉過的天氣 她說什麼 無論受傷 我愛你 別愛你開 她說過多少是陪你 無套佈你 就跟著歸去 不敢沉浮走 為它好幾面 我愛的一面來日期 它當作大傷心合影 三面海鮮也熄去 我愛的一面去 全開都沒在心裡 我愛的一面來日期 我愛的一面來日期 你講前面被愛沒勇氣 走來用你騙真意 你講前面被愛沒勇氣 走來用你騙真意 我愛的一面來日期 我愛的一面來日期 你會想往前往日期 這些歌曲 我愛的一面來日期 真意 我愛的一面來日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